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現在因為大陸人來都會被民進黨卡 因為他用COVID-19的那種標準在審核 什麼你來有沒有必要性之類的 所以他們來的人很少 可是如果今天你借了習近平的球 你就會把門打開嘛 所以兩岸就恢復交流 即使沒有九州共識 但是民間至少可以恢復一些熱絡的交流 可是他顯然他不要 他如果不要他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我拋出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你不要和平 當你不要交流 你要什麼 那我的答案就是說 那顯然他有一個目的 你覺得 他要兩岸 我都只能推測了 好的 也不是好的 就是比較理想性的推測 就是Lighting德是一個充滿了理想性的人 他想要建立起一個新的 我剛剛講的 新的意識形態 新的文明 所以他不要跟你有這麼多的來往 他必須要主意的切掉 避免我們的年輕人 像大九學堂 這樣年輕人去看到中國的發展 就覺得我們應該要跟中國在好 不要這樣事發生 就是精神文明面 他要從這個地方改革 第二個是利益面 就是說如果台海一直保持緊張 那些前客 那些軍火商 是不是就 就是繼續有 美國人啊 有美國人 也有我們台灣人的前客 是不是可以因此得到好處呢 他們是真正 他們就是所謂的美國軍火商的 在地協力者嘛 就是說 我們今天讓台海保持緊張 第一個我們民進黨的政治利益 就是繼續抗中保台 大概2026年 2028年我們繼續執政 嗯 好 這個是政治利益嘛 我們讓台海緊張 民進黨才有細唱嘛 我讓你國民黨 如果我還兩岸和平交流 那你以後就是走 國民黨就還繼續回走 走那個馬英九路線啊 那民眾會覺得說 那我們就選國民黨 那這樣對民進黨來講 就沒有政治利益嘛 對 這是一個 另外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可能有更加不堪的利益嘛 我是為了 繼續買武器 我是為了繼續讓 美國的軍火商來進駐 然後繼續讓台海衝突 這樣子 我就可以繼續的 來繼續執政 我只想到這兩個理由 一個是精神文明面的 一個是物質面 不然你 有什麼道理 你不要和平 我告訴你我的看法好不好 我小弟有我的看法 為什麼賴清德不接這個球 民進黨不接這個球 我看法 其中一點跟你很很很相似 就是利益面的 首先就是利益面 就是說 民進黨他所有的這個政治能量的動能 都是在反中抗中跟對抗 對是這條路上面就是 以前是什麼本省人外省人 那現在就比較難去講本省外省人 現在就是什麼 你是中我是台 抗中保台這個路線 他的這個所有的政治能量都 都是 基於這個反抗對抗 中國這邊 抗中 對抗中 仇中 這是他政治能量來源 所以如果他今天走上了和緩 共處 大家好來好往的這條路的話 對於他的政治 對於他的選舉 對於他的路線很不利 所以他不能這樣走 他他當然不希望兩岸發生戰爭 但他希望兩岸處於一種恐怖平衡的狀態 所以現在這個狀態就是他最想要最舒服的狀態 一個非常恐怖非常緊張 但是不會發生戰爭的狀態 這是第一個 就是他對這樣的狀態 對於他的選舉 非常非常有利 這個是從利益層面的考量 第二個我覺得 為什麼賴清德他 中華民族這個球 然後明明和緩兩岸關係 他都不接 第二個原因我覺得 我擔心我害怕 邪教教主 他把自己的腦都給洗了 就是說 那真的 對 就是會不會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看很多 不管歷史事件也是 就是 那他們當時怎麼會做這個決定 因為我們可能是透過一個什麼上帝視角去看這件事情 但是當他們在局中的這些人 決策者跟他旁邊的幕僚 真的很蠢 他們真的相信他們自己的那一塊 所以我懷疑 像周祖祖說他在那個電影一樣 對然後我真的懷疑 呃 是不是賴清德以及他旁邊的幕僚 他們都形成一種小圈圈 活在自己的泡泡裡面 然後 然後乃至於他的幕僚給他的情資 然後造成賴清德自己的 不管對國際的形式的判斷 還有對兩岸情勢 科幻判斷 還有對兩岸實力 中國大陸現在發展的一個判斷 都非常非常的錯誤 那他他如果他有這樣子的認識的話 他做出來的決策當然很危險 但我真的覺得賴清德 他現在真的好像活在泡泡裡面 因為他用的那些幕僚來來去去就是那些人 那他當然 你作為一個決策的人 你要聽幕僚的嘛 那幕僚給的情報給的資訊都是這樣 那他當然是做這樣的決策啊 那幕僚情報為什麼會給這樣資訊 那每個人可能原因不一樣 他可能有他的既得利益還是怎麼樣 但是他的人已經形成了他的小圈圈了 看來看去就是那些人 那能夠給他多英明的決策 所以我是擔心第二點 我是擔心他真的這樣覺得 中國要崩潰了 然後才做這些決策 我怕這樣啦 那有可能 對邪教教主的自己的腦都被洗了 這個是真的是更危險的 這點是我覺得搞不好賴清德 你這樣讓我們覺得好像是 兩個邪教教主在交接的時候 其實前一個邪教教主是 請你知道他們在搞邪教 只是他要利益 那今天他有利益了 他其實要退休他就先跑了 對 下一個邪教教主是正心相信他們的教義 對 然後他旁邊的老幹部 就反正就繼續哄著他嘛 反正就是符合我們的既得利益 就是跟他說 只要你撐下去 中國就崩潰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 可以發展出一個新的文明 然後可以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可以獨立建國 我覺得這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很多危險 就剩餒 所以 所以 我想現在美國人可能跟我們一樣緊張 因為美國人不能讓 美國人不能讓情勢失控 因為拜登 美國是希望兩岸一直保持緊張 可是他們沒有要你失控啊 因為現在 烏克蘭的事情他沒有解決 然後現在又有伊朗 這個以色列跟阿瑪斯 然後現在又加一個伊朗 那台海在搞事 頭已經在燒了 這時候你台海就在搞事 是 他受不了啊 所以我覺得 現在美國人一定跟我們 比我們還緊張也不一定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大陸這邊 他真的也不寄希望於這個賴清德了 也就是因為如此 這一次 他們其實已經把他跟賴清德定位成台獨 當然這樣是非常的 對後面是很不利益的一個走向 可是真的 真的 我真的 所以我認為這次泡出來的中華民主 民進黨不接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中華民主你都不接 代表最軟的那個你不要了 嗯 那你要什麼 那怎麼辦 只能依靠在野黨 就是非民進黨陣營的 自己要努力啊 他們要來硬的 他軟的他不要 我說 民進黨啦 耐心的政府 他不要軟的東西 嗯 那不要你跟我談中華民族 不要你跟我談兩岸都是一家人 那不要你跟我談燕黃子孫 嗯 他要來硬的 嗯 我也覺得 我這樣覺得 我也覺得 其實蠻危險的 但是 但是這是極端危險 極端錯誤 而且違反多數台灣人利益 我必須要講 我跟你說 捷克 嗯 多數台灣人喔 沒有那麼懂政治啊 但是他們知道自己 自己是活在 中華文明的 整個淬鍊之中 你說 我們去迪化街 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那個 那個中藥行 中藥是從 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啊 嗯 中醫啊 嗯 然後你說 那個那個 他們的布料 我們的布料 我們的那個一些 都是也是從 以前的 以前的 大陸沿海的一些 方式過來的嘛 你切不斷的 但是你今天硬要切斷的話 那就是革命 嗯 這個是 台灣人不能接受革命 台灣人 台灣人 我太了解了 台灣人是有 有非常的這個 希望自己獨立 希望自己能夠有自主 但是他們絕對 絕對就不希望發生革命了 嗯 而且大部分台灣人 內心深處認為自己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哦 當然中國有什麼定義嘛 我中華民國 這是中國嘛 或者是說 廣義的中華民族 嗯 其實大部分台灣人 心中是這樣想的 嗯 所以 第一個 台灣 意識不等於台獨 嗯 這是 大部分台灣人 的想法 第二個 不可能跟中華文明切開 嗯 因為我們就是廣大的 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嗯 我們就是華人的一份子 嗯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橫財入照 哦 要去把 所謂的台灣極度 極度的這個極端的民族主義 植入的話 我覺得會有重大的危機 嗯 台灣人 在台灣內部社會 會造成重大的撕裂 這個蔡英文是不敢做的 可是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會有很會有很大的很大的風險 徐晨兄 我我我跟你分享一個我的看法吧 你你剛剛講你對於台灣人的這些 認知 其實我就是一部分同意啊 但是我覺得你可能要切開來看啊 就是說 至少在我 呃 我 我 我有做很多街訪的影片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哦 你看過 哈哈 沒有 我知道有些可能我沒看 哦 好好好 有些有些看過也沒看過啊 那根據我 在 呃 街上訪問然後台灣的民眾 然後還有我 我最近也訪問了一題啊 影片還沒出來 但我已經訪問完了 我問台灣民眾 你知不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哦 哦 我有這樣問哦 哦 在在我這樣問了台灣民眾 大部分台灣民眾都不支持 為什麼不支持 因為他們覺得中俄大陸 中國很恐怖 統一了 好像他就要被怎麼樣了 然後就要被限制 就要被怎樣 他其實是一種 基於恐懼的那種害怕 就真的很害怕哦 怎麼可以被中國統治啊 好怕好怕好怕 他不是因為 對他不是因為 統一了 我想真的 如果我們在老一輩 包括我 包括你這一輩 如果 我 其實我問我心裡啦 如果 兩岸統一了 對我心裡 個人心裡來講 我覺得最大的關卡是什麼 那中華民國怎麼辦 這個問題是在我心裡講 我是這樣啊 我覺得 那中華民國呢 我們是要對中華民國 因為這是我認同嗎 我從小就是 對對中華民國 國旗效忠 唱國旗歌的這樣 但這已經不是年輕人心裡的砍 不是年輕人心裡的關 年輕人現在的心裡面 這也拜民進黨的所賜啦 他把中華民國給抹去掉了 所以現在年輕人心裡面 他根本 中華民國 他不care 這不是care 他care的是 怎麼辦 中國好可怕 我不要被那麼可怕的怪物給統治 但是如果當兩岸交流 互相互相往來 互相怎麼樣 他發覺 原來這個怪物不是這麼怪物 他心裡面的砍 其實很容易就過了 比我們容易過得多 因為他心裡面沒有這種 因為對 你說那個鍾明軒不就這樣子嗎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現在年輕人心裡面 他 他是基於對一個中國一個錯誤的一種 莫名的恐懼 然後來抗拒這種事 還不是說我們這一輩的 因為比較有一種意識形態 有一種信仰層面的東西 這個還蠻麻煩處理 那民進黨這幾年 早就把中華民國的這種東西給處理掉了 所以其實 聽說我們在大陸這幾年 他們要全力打壓我們的新聞 因為我們的新聞多了 他們就看到 台灣年輕人看到 原來其實大陸還蠻進步 對 看學黨的同學 在那邊過得蠻好的 對 所以 所以他現在賴清德他已經 把中華民國抹去了 他接下來要塑造 就是台灣自己的這個民族的這種主義認同 然後就是 就重塑自己的文化認同 自己的信仰 那當然這是很難的 這也是絕路了 但他要做的是這條路嘛 你不是中國 也不是中華 然後反正就是 你是自己 然後一起站起來跟他 跟大陸對抗 跟中國對抗 大概是這一條路了 所以我 我其實我不太同意 您剛剛說的 就是很多 至少很多 比較 年輕的一輩 他心裡面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很多人不見得這樣認為 他 自己是哪裡人都不知道 只知道自己是台灣人 台灣就是個國家 大概就是這樣 那至於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 他們的文化認同 種族的這種認同是非常紊亂的 這就是拜民進黨所賜 他非常紊亂的 就是這樣 我可以認同 因為 因為你做的是 實際的 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 我做的是田野調查 那當然啦 這個事情 我們可能後續還有很多可以 可以觀察 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 但是 就讓我們這個話題 我個人做個小結論 好 我覺得 賴欣哲要做 我們如果 今天你跟我討論出來的趨勢是 是真的話 那要做一個 就是所謂的精神 意識 文明的一種 改革 或是改造 甚至是革命的話 嗯 如果以我的判斷 他沒有實力做 因為他是少數政府 跟少數國會 嗯 如果他能做到 那就是國民黨失職 嗯 我必須講直接一點 嗯 為什麼 國民黨我這兩天呼籲 去要修反滲透法 沒有一個國民黨 敢去修反滲透法 嗯 你就知道 國民黨的問題在這裡 當涉及到 所謂的台灣 蔡英文抛制出來的 台灣意識 嗯 愛台灣這樣的logo出來之後 國民黨就會 好像被 像殭屍一樣 被點 點了之後就不能動 嗯 這個就是很可怕 因為 如果賴欣得能夠成功 那一定是國民黨失職 嗯 因為國民黨有 國民黨加民眾黨是過半的 嗯 有國會多數 嗯 只要你有國會多數 賴欣得不可能 知意萬為 嗯 他 他 他不可能通過任何法律去做 他想做的事情 行政權再怎麼樣 濫權 也有極限 他提名的大法官 他提名的監察委員 也可以被你封殺 嗯 所以 責任就在在野黨 嗯 如果要黨下 他們搞這個 台灣版的文革 哦 錯誤台灣 民主主義的文革 就要靠 強大的在野黨 嗯 如果在野黨 黨不了 那就是 那國民黨也不要想2028啦 不可能啦 嗯 這就是完全的 完全失控 嗯 嗯 好 那這個 我們就再講回這個 馬席二會的本身啦 就是說 這一次的這個 馬席二會 這個 我本來以為 就是 因為 馬總統這次去 那等於是 好像是 搭一個台子 所以馬總統講什麼 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這個對岸的 習主席講什麼才重要 我本來是這樣認為啦 那 但是我後來看了 其實 兩方面講的 都還滿重要 好 那那那 對 對岸的這個 習主席他當然是講什麼 呃 就是他 他 層次 就就 空間給的更廣了 他拉大到中華民族的這個層次嘛 然後他講 他也沒講什麼一國兩制 沒講統一 他就是 就就是講 就是民族 我們民族認同 文化認同啊 而且就是 兩岸的什麼 制度不同啊 改變不了兩岸 同屬於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的這個事實啊 其實這句話 套在我們自己講 完全符合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啊 對 沒錯 他其實是 他其實給這個空間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承認制度不同 對 他承認我們有席見 但是他認為我們只要有共通的文化跟我們都是中國人 對 就坐下來談 我把習近平的這個講稿拿過來對應都沒有都符合我們中華民國憲法耶 所以 對啊 其實 願不願意去談 在一念之間 對對對 然後 呃 然後 我 我在講就是 這是習 習近平談話的部分 所以其實蠻重要 給了我們很大的空間 再來就是 馬總統談話的部分啊 他談話的部分他當然更強調和平嘛 但是馬總統這個部分 當然中間還有一個 呃 若有事無的口誤啊 他就是不曉得 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不故意的 在在習近平面前 把中華民國講出來啊 你說 口誤啊 口誤 口誤 好 這但不管是 就就是口誤也是個美麗的口誤 就是 這畢竟講了嘛 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好 然後就是講 但重點就是馬總統 在習近平 主席面前 還有所有的媒體面前 把 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的這個內容 原汁原味的 全部講出來 這叫做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之前那個 不管是民進黨 包括國民黨自己都在講 哪有各表 人家不讓你表 不讓你表 那他搞不清楚九二共識是什麼 什麼叫一中各表 什麼 好像一中各表 你要逼著對岸的那個官員 逼著習近平 口中講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才是一中各表 這不是嗎 但是 對馬總統把這個 原汁原味講出來 那他 他不管他口誤講了中華民國也好 或者他講了一中各表也好 他講了 那兩邊 對那個 坐在對面的三個政治局的常委 也沒怎麼樣 然後大家還是好來好往 晚宴還是繼續吃 我們等一下聊一聊晚宴 晚宴也沒有因為 馬總統講了 不小心口誤中華民國 或講一中各表 本來要請你們喝茅台 收掉 變成青島啤酒 沒有嗎 大家還是好來好往 所以就是說 馬總統 至少證明了 這個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是可以大家互相好來好往的互動 那所以說 我先問啦 我等一下再講到晚宴的部分 我先請問一下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 兩邊在會面的時候 兩邊的講稿 應該是有默契的吧 兩邊講稿應該有 就是至少都是 至少彼此要講什麼 應該有個默契吧 這一道互信 我們不能講細節 好 但是確實我們雙方都有妥善的溝通 嗯 跟這個 緘密的互相的一個 這個一個 相互了解的過程 嗯 嗯 所以兩邊其實要講什麼 大家是有一個非常 緘密的溝通 充分的信任 就像2015年 在新加坡的馬錫會 馬錫會一樣 當時我們的陸委會 跟大陸的歸來辦 也對雙方領導人的談話都有 有深的原則都有深入的去溝通 而且約定好 雙方不要講刺激 這個對方的話 嗯 這個這個 你不要講一國兩制嘛 嗯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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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要講什麼x2 什麼x2 那什麼 中各表 台湾统 什么互不隶属 对互不隶属 就是在马锡议会就有这样的约定 那我想我们 马锡议会也是秉持这样的原则 跟对方有一个互信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一次马锡议会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对岸的习近平主席 讲出了这个讲法 他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宽广的空间 那马总统也演绎了一次 什么叫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就是之前九二共识经过这几年的操作 已经被抹得乌漆妈黑的 一塌糊涂没有人敢碰 而且其实大家都搞不清楚九二共识 我九二共识的民调我也做过 大家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九二共识 但是这一次马总统 完完整整的 把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讲出来 我觉得 对不起 其实马总统的 这个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的内容 我在大概两年前 应该是两年前 国台办的记者会 当时的发言人马小光 他有讲过一模一样的 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因为当时也有个issue好像讲 什么互标是什么这样 但马小光又正确讲 就是九二共识是什么 当年的海基会海协会 然后两边书信往来怎么样 然后他讲其要义就是马总统讲的这个 双方各自以口头表述 马小光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但是因为那个媒体声量没有 讲完就没有了 但是这一次是由马前总统 在跟习近平主席会面的过程中 在众多的媒体灯光下 再一次的把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这个内容精神 完完整的讲出来 那至少讲完以后 在台湾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在我们台湾内部 马总统讲的 给非民进党阵营的两岸政策 铺了一条明路 就走这一条 这是非民进党阵营的这个两岸政策 蓝的白的就走这一条路 马总统铺好你要不要接 还是你要陪着民进党去走这个绝路 你自己选吧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 非民进党蓝白阵营 要好好去整理 尤其是国民党自己内部 你必须要把这个抓在自己的手里 完全认同 马总统是给九二共识 这是国民党很大的资产 别再随着民进党起舞了 这就是九二共识的精神是什么 民进党在讲没有一串各表 或是你根本不敢讲一串各表 我们就可以叫他闭嘴了 对可以叫他闭嘴 所以不要怕了 未来的选举 不要怕了 就把它拿起来讲 真的跟他拼了 国民党要讲啊 国民党要像我这样讲啊 说你们闭嘴 对 马总统已经在实际明年讲了 你们就给我闭嘴 我记得应该是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辩论会的时候 那个一月份 大概十二月的时候还拿一场辩论会 赖清德在辩论会的讲就是说 其实对岸说我是台独 事实上在对岸的眼里 你们都是台独 赖清德等于是把对岸小粉红讲的话 拿来用了 就说你国民党也是台独啊 你科文者也是台独啊 什么都是台独 但是从马歇二会以后 拜托蓝的白的政治人物 你们就大声喊 什么我们都台独 只有你是啦 我们不是啦 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 你自己去 你去你去 乱讲 这个讲太好了 对啊 就是你可以大声的讲 不是不是不是 明明就只有你是 少来把我们拖下水 好不好 我们这个路不是 我们可以跟好好跟对岸互动的 真的 我讲真的 所以就是说 从马歇二会 马总统的那一番谈话之后 至少在我们自己内部 所有非民进党阵营的政治人物 把九二共识 未来喊出来的时候 你喊的不要喊的那种 心虚心虚心虚的 你腰杆子挺直一点 这个完全符合中华民国宪法 喊的大声 对不对 全局也不要怕 跟民进党拼了 就这样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这个啦 这个是我觉得马歇二会 对两岸未来 知道我记得当时我跟那个旭成兄 你那个访问的时候 我说这一次的这个 马总统的大路行 是给两岸和平 给两岸留下一个和平的选择 对对对对 其实 你讲的很好 真的是这样 这个选择蓝白接不接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讲这么好还拍拍手 你讲的太精辟了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觉得我也希望我们国民党的人 跟你一样 勇敢的把这些话讲出来 真的 别再怕了 别再怕什么九个共识 我觉得 反正没差 我跟你们国民党很多人也没那么熟 我就直接讲 那个时候那个选举前 那个什么 马总统接受德国之声访问 对不对 然后他才讲什么 被德国之声 拿一个标下一个标 马英九说要相信习近平 然后 他头伴就叫回我 对 然后 然后就 掉了40万票 比起来老鼠看到猫 你就怕什么 真的是 他没有中心思想 我真的觉得 他们后半没有中心思想 就国民党里面 你真的要有一些这个思想 思想的这个信念的教育在脑海里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不要好像老鼠怕到猫一样 当你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群众怎么跟随你 对 对 这个很简单的答案 闪掉了 你没有信念 邪教教主也可以 邪教有一堆的 这是 邪教有教义啊 起码他是个 他有教义 他有教义 他有信念啊 对啊 所以我讲 所以这是国民党自己要 要好好去整理的啦 自己有一些思想 就是政治的思想教育 要好好去做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你要带领台湾走向什么路 你跟对方 你的竞争对手有什么不同 这是重点嘛 这个东西要讲清楚啦 所以国民党 你应该是国民党有党职在身吗 我没有 我是周深党员 我是中央评议委员 我当过国民党一起主管 但是我现在也跟国民党实际党务没有 跟你国民党的朋友讲一讲好不好 你们自己内部好好去沟通一下 马总统帮你们路铺这么好 他又不是党主席的 做那么多 好了 我们再讲回来 马席会的一些花絮好了 后来马席会结束以后 我们一开始有讲 接下来就是学生跟习近平来提问 对不对 对 这个问题就集席的嘛 刚刚我们在第一部分讲过了 我想因为 我们现在时间也稍微限制 但我再来讲最后的晚宴 哦晚宴的部分 对对对 当然首先在刚刚的会谈结束的时候 马总统跟习近平先生就站起来 他们就走到工作座的旁边去握手 那时候已经没有媒体了 第二次握手 握手的时候 习先生就跟他讲说 欢迎你常来 希望你多来 希望我们马总统能够常去 之后我们就驱车到调业台国宾馆 由他们政协主席王沪宁 来请我们吃晚饭 一个晚宴 这个晚宴的地点是在调业台国宾馆 最高规格的地方叫万柳堂 万柳堂就是一万两万的万 然后那个柳序的柳 万柳堂是有历史性的 他是清朝皇帝 乾隆皇帝最喜欢去的一个行宫 嗯 他去那边休息啊 那个那个那个写字啊 那个保留了当时清朝的建筑 古色古香 那他是大陆招待外宾最高规格的地方 包含俄罗斯总统普丁啊 还有一些外国元首 都在那边由习近平来宴请 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呢 主人就拿出了 那个茅台酒说 很抱歉 这个是已经过期的茅台酒 拿来招待各位 2006年的茅台酒 好久已经过期了 非常好久 然后我们也喝了所谓的天下第一汤 就是钓鱼台国宾馆的最有名的菜 他就是一个很少见的功夫菜 就是所谓的乌鱼蛋酸汤 就是乌鱼蛋做的酸汤 非常的清清澈跟爽口的一个汤 那有好酒好汤 然后谈的气氛也很好 所以就原定一个多小时的饭 晚宴吃到两个多小时 那你刚刚一开始问了嘛 马前总统是不是喝醉了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 因为我喝的比他多很多 但是我回来还是照样接受 那个央视的专访 那马总统你刚刚看到 不来不来副主任所谓的餐服 他是两个都喝多 两个他也喝了一些啦 所以就相互的 服着背这样子 我知道那是友善的表现啦 气氛好活络嘛 不是参服 是一个 互相服啦 马总统扶着他 友善的互动 友善的互动 所以晚宴气氛整体就良好 王滬宁来做主办 就是来招待大家 当然因为涉及到这个是私下的晚宴 所以我们晚宴的谈话内容就不公开 但是就周边的我们各种 我们的这个喝了酒啊 吃的东西 然后那个气氛 是相当的热络的相当愉快 你再多透露一个 除了鱼汤还有什么 你觉得哪一道菜特别好吃的 你要讲听实话吗 讲说 不然那个汤之后我就没印象 因为我都在喝酒 我后来菜都没吃 我记得有一个面 有一个小碗的面 我记得有一个牛排 但是牛排我也吃两口 他们都在 大家都在敬你啦 因为 因为 今天的 当天的马锡二会非常的成功 然后 我们的这个交流也非常的愉快 整个行程 在两岸之间也造成了一些正面的效应 大家都 都认同中华文化 大家都 我们的年轻人也都受到 祭皇帝领的感动 大家都 都很于 就是觉得说这样的 这个对两岸的关系是很正面的 所以就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都是兵主尽欢 嗯 对 嗯 好 那那个 薛辰兄我最后再问 问一个问题啊 你刚刚说的就是说 在马锡会 最后嘛 那习近平 走之前 然后有跟马英九 有 前总统有个互动嘛 有说 欢迎你来 欢迎你以后常来 多来啊 那 请问一下 像马锡会的这种形式的来往交流 未来会是 每年都有吗 我只能说我们每年都会安排 马前总统带 大九学堂学生到大陆去 这要变成我们未来一个常态 就是我们带台湾的同学去 我们也会在今年邀请大陆的同学回来 回访 嗯 就希望每年 每年有一个一来一往 嗯 这是我们基金会的一个基本的规划 嗯 那那至于会不会再跟习近先生见面 这个就要看未来了 嗯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任何的规划 好 总之 我们只确定 我们一定要每年 马总统带着大九学堂学生去一趟大陆 然后再邀请他们的学生来 跟他们的大陆的高校交流 然后再邀请他们大陆的学生过来 这个是我们基金会既定的 每年的计划 这个行程这个活动对于台湾的这些学生年轻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也替台湾的学生还有年轻人问一下 如何报名大九学堂 请问我现在还来得及吗 你没有学生身份不行 好 要怎么报名 我感谢杰克帮我们宣传 你说说看怎么报名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大九学堂的报名 那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官网 我们也会请各个学长姐 就是常常过的学长姐 在各大校园帮帮我们宣传 也请一些老师来帮我们宣传 最重要的是请这个有兴趣的 在大学以上念研究所博士也可以 学生啦 我们今年也有高三考完会考 他们要再考试 他在报名我们也收了一个 我们欢迎同学们来报名大九学堂 那我们这边有跟 我们会安排很精彩的课程 未来有机会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到 大陆去也会出国 去年就去了爱尔兰 英国 新加坡跟美国 我们去年就带着学生去这么多地方 不只大陆也有国际 我们希望台湾的同学能够拓展视野 一方面了解两岸关系 二方面也拓展国际视野 这样以后我们看待事情不会那么的狭隘 就不会变成 我们刚刚跟捷克讨论的 变成极端狭隘的台湾民族主义 这绝对不利台湾人 不利台湾人的发展 我们要把自己的视野打开 我们要把自己的胸怀打开 我们要把自己的眼界打开 这就是满有机会 希望为台湾年轻人做的 嗯 好 所以台湾在籍的学生 不管是大学研究所 都可以报名 大九学长 欢迎大家关注大九学长的官网 谢谢捷克帮我们宣传 好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 萧续城萧执行长接受我的访问 再一次感谢 也谢谢这个祝你们未来的 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行程 都能够顺利 然后越做越好 学生越招越多 好不好 好 谢谢捷克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surprise 现在是工商时间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 我的YouTube频道 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 叫做白金会员 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 加入白金会员 可以不定期的 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组 成为高级成员哦 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 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 诶 你加入就知道了 还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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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加入